大家好,我是艾利一美诊所徐医生 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再次强调 乔亚登的八点提拉真的不适合我们中国人 特别是我们亚洲人的脸 因为我们的脸是偏宽偏扁的 前后扁左右宽 然后乔亚登的注射方式呢 因为它是主要是通过颧骨和外轮廓提拉的方式 让脸显得是线性提拉的 但是呢,它的注射的点呢 我们要进行对亚洲人的脸的一个改造 才可以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效果 我们不能够按照完全的MD Code 所谓的乔亚登的八点提拉 就是MD Code的那种注射方式去做 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注射方式去做 我们的脸就会 刚开始打完你会觉得 哎,我的脸提拉上去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脸是往左右横向增长的 会显得你的脸很平,很扁,很圆 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得 适合我们亚洲人脸 而且适合不同的亚洲国家人的脸的 都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人 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脸的几种的注射方式 和一些点 一定要在劳外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制 不能够按部就班的 就按照他们那种方式来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处理 用这种方式去达得失败的案例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插一个0.1cc 在某个位置就会导致整张脸的不和谐 所以说这些细节的点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为什么今天又做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重视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经常去处理这种脸 而且如果用脂肪填充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不可溶解的物质 做的这种乔亚登八点铁嘛 不是用乔亚登 而是用一些像是 它还是乔亚登的那种打的方式 但是用什么radius啊 或者是说左线乳酸啊 去进行这种填充促行的话 可能到最后是不可逆转的变成一张大饼脸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我们亚洲人 我们中国人的脸是越小越好 而越小越好的话 我们要做到的是 如何让我们这张又扁又平 然后又宽的脸显得是又窄 然后前后长 然后显得整个脸是更具有立体感的 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